即將陸續展開 通過專書、工作坊、小旅行 跟藝術導覽的一系列活動 將高雄學的DNA 介紹給視頻朋友 那這麼豐富的活動 接下來有請我們 活動的總策劃 我們文化局的林思琳局長 來為我們分享紀念活動的 緣起跟發展的適用掌聲 來歡迎我們局長 謝謝 業務事長 在座的各位貴賓 各位美女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說總策劃我不敢 但是自從我到高雄來就任之後 常常在工作上班 或者在刑警間 我常常在高雄的某個街角 抬頭一望就看到一個 哇!這麼棒的建築 常常在一個街角 就可以看到 哇!這麼古老 好有溫度的小店 所以 當我們在討論到如何來慶祝 明年的九六一號 是我們高雄從打斗改靈以後的 一百週年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們能不能把高雄的現況 它的美好 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給介紹出去 而不是再去辦一個活動 活動辦完就沒有了 而這樣的一個介紹 它可以持續一百天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文化局的農人 不管我們的兩位副局長 我們的文資 明鵬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高雄建築一百 然後剛開始他們就開始在思考說 那這選建築會被打 選到了很高興 沒選到的人會被打 但是我又很堅持一件事情 是不要只選公的 政府部門的 因為高雄市不是只有市政府 高雄市是一個大的城市 市政府是這個大城市的公圖 所以我們應該把高雄市的美意給介紹出去 那他後來就想這樣又太單純了 好一個一百年來 其實高雄從一個海邊的小城 到一個工業大城 到今天它所有的空間 對這個城市破壞了一些文理 也展現了一些它的歷史脈絡 所以後來我們又想到歷史的一件事情 那剛好說實話真的剛好那時候 皮影戲團最近有一些事情 就讓我想到那個保存皮影戲團的重要性 那我們知道皮影戲團代表著 今天在台灣的地方吸取文化來說 只有在高雄才找得到蹤跡 戲團都是在高雄 所以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好好的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最近有兩位先進 皮影戲團的前輩也離我們而去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皮影戲團的這些皮偶 不管是用牛皮科的 或者當年怎麼樣留下來 也都歷史國務館也都做了研究跟保存 所以這也是一個能夠代表高雄 還有特色的文化來介紹給 台灣的民眾跟國際的友人 那最後我們就會想到說 從建築到歷史 從1998年開始 我覺得高雄從一個工業大城 有公共藝術的開始 為這個工業大城加上非常多的藝文跟溫潤 所以從此我們的人文特色 我們的人文藝術 也開始在路上 開始在市民生活的周遭開始展現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到這三個主題 100經驗指的就是公共建築 百年偶遇就是我們的皮影戲 建築百獎 我們打算怎麼做呢 從11月1號開始 我們這三個分別有三個臉書 那為了這件事情 文化局也成立了一個總臉書 我們會一天一獎來介紹 這三件事情給我們的高雄市民 但是我們很希望 從在地就國際 所以我們會雙語的同時進行 那我們會相信這樣的一個開端 會明年我們在慶祝100週年的大活動的時候 會為我們吸引來非常多的國際友人來認識 這個城市的美好 這個城市的溫度 所以我們每天有一獎 到最後我們會把建築百獎集結成書 所以這個是在建築方面我們會做的 那到明年2月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有走讀高雄城市的建築小旅行 會有不同的路線 那從現在開始來揮畫 那也會有公共藝術的走讀旅行 那對於皮友 我們在3、4月的時候 會有歷史博物館來幫我們 跟皮友集館來幫我們播放體驗 還有認識皮友系的活動 所以我們從臉書認知資訊的宣導開始 或者分享開始 然後會加上體驗的活動 那我相信我們市府的特局注意 因為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開始 開始去構思明年所有慶祝 歡樂高雄100週年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這件事情讓市民 讓所有的參與越來越多 所以我要謝謝 我們不管是建築工會 建築師老師 在這三件事情上 給我們很多的幫忙 因為這個不能靠文化局自己來做 要有很多的民眾的意見 參與跟想法 那我要在這裡特別謝謝文化局 民衡這幾位夥伴 他們在很短的時間 就把這件事情規劃出來 好讓我們也今天在市政府的市政會議 能夠宣布大家開始來準備 準備明年迎接高雄改名100週年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在這件事情上 讓我們為高雄市的 歡樂高雄市的未來 以及迎來高雄市更多的夥伴 一起來加油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這下主軸 第一個主軸就是高雄的建築改獎 那我們當時在這畫的時候 特別想到一件事情 一個城市從過去的海邊小城 到今天這樣的大城 其實建築本身 素說的市民在這裡的生活方式的一個改變 所以在空間上 你可以看到它的文理 從美式到和式 到今天我們講的 推薦力 所以是用建築來談 這一個城市的歷史 那第二個主題是百年普遇 那就像我剛剛所說到的就是 皮影系這樣的一個民族記憶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民族文化 目前全台灣有四團 四團都立案在高雄 也只有在高雄 那很遺憾的是 我們有兩團的團長負責人 都在過去的一個過世 以我們而去 而且都發出世界 對 很高壽 但是我們就想到說 這樣的一個保存 其實是很容易的 那我常常在想 我們的年輕孩子們從小看日本動畫 然後看非常多的西亞的卡 從日本的卡通 如果能夠認識我們自己的卡通 我們自己的朋友 然後其實很多的朋友 有他的歷史故事 而且他也很典型 你一看到你就會聯想某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發想上 所以也有百年偶遇 那後來我們就在想說 在整個高雄的現代化過程 從1998年開始的公共藝術 法規通過之後 其實有一個現代化 或者是我覺得城市美學 開始一個很大的轉變點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公共藝術 我們能不能也選出 100個高雄美麗的公共藝術 這個公共藝術 最主要是跟我們的市民分享 因為很多的市民可能看到 這裡有一個裝置藝術 這裡又有一個雕像 可是他不知道 那個公共藝術的意象是什麼 或者是那個藝術家是誰 所以讓市民知道說 我的周圍的公共藝術 其實我自己也是高雄的一部分 藝術也是高雄的一部分 大概在這樣的發想之下 出來一個高雄100來啟動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國話局走在前面帶動 我們的市政府 其他的各局處 或者是我們的民眾各個團體 在規劃 班特高雄100週年的這件事情上 可以有一個想像 謝謝 我們從11月1號開始 每天會上臉書 這三件事情會同時推出 雙一語推出 就是一個建築 一個偶戲 一個公共藝術 然後一直到 一百天之後 也就是到了明年的2月3月 我們在臉書上的推行 已經結束了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推動 城市小旅行 就開始是活動的方面來配合 大家因為已經看到介紹 所以我們會就地理位置的遠近 跟適當跟交通的考量 來規劃幾條走讀高雄城市的小旅行 而且是文化小旅行 另外的是皮偶戲方面 我們就會開始舉辦 大家看怎麼樣能夠去操縱皮偶 或者是能夠去體驗 或怎麼樣用皮偶來講故事 比較是針對青年跟小朋友 或者是親 對於公共藝術 我們也是用走讀的概念 把建築跟公共藝術也加在一起 那最後還是要留下一點歷史跟Document 所以我們的建築百獎會編成一本書 我想為高雄的民眾 這是一個介紹給他的別的城市 或者海外的朋友 很好的一份紀念品 謝謝